我们学佛的人要想的 无时戒以来 我们在六道里面 受生死轮回之苦 正如佛的经论上所讲 生死疲劳啊 如果这个生死是一生一世的 那我们也就不在乎了 生死是大 大在哪里呢 生生世世永远不断 这个就更麻烦了 过去无量级一直到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 不能把这个问题 彻底究竟的解决 我们往后啊 无量师 生生世世 苦不堪隐啊 生死 苦不害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求的 一切众生 无时戒以来 生死轮回 是最可悲的一道死局 最惨痛的一道死局 也是最可耻的一道死局 虽然我们过去生中 也是生生世世 舍佛 念佛 但是都没有能成功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能够超越轮回 究竟是什么呢 放不下 这是我们的大病 放不下 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如果要想超越生死轮回 就得要放下 世出世间 一切好 绝对没有贪爱 经上讲得很好啊 爱不重 不生俗福 俗福就六道轮回了 为什么有六道轮回了 贪爱太重了 念不移 不生进度 移是非心啊 功夫成片 虽然没到一心 不是真正的一心 是解禁一心 是相似的一心 所以太阳人生进度 所以不舍 不放下 我们这一生呢 又要空过了 学佛 亲经 念佛 如果不能真正把 身心世界 也一切放下 那等着来生来世 还继续干了 为什么呢 没法子超越轮回 没有办法往生进度 度生度劫之情 生生世世度修佛 在无量劫中 亲近祝佛如来 不知道亲近了多少 亲近那么多祝佛如来 我今天还落到这个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了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患者 六道生死这么苦 我不忍心离开 那又什么法子呢 极乐世界再好 是想去 这个地方不忍心啊 这一个不忍心啊 就叫你生生世世 生死轮回 永远没完没了 要时时刻刻提起 激励诀 生死轮回可怕 只要想到这一点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运行 就坚定了 只要一生到西方世界 你就永远不会再多三国道 不能往生西方世界 那你就无趣轮回 多道是绝点不能比 这次会特别提醒了 这是事实 除非你没有遇到 遇到当面错过 太可惜太可惜 多少有群众生 习求不到的 居然你在这一生当中 这么样的好运碰上了 碰上了当面错过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祝福菩萨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司长 对不起祖先 我们要真正晓得这个道理 真正有这个认识 这一生 我们再次遇到这个法案 一定要求 要真正发心 要远离五遇六成 圣心世界 一切放下 化现观念 专修 这样呢 我们的功德了 很快就圆满了 世间人一声 哎 与我不相干 不管它了 放下了 自己心得情境 这是我们往生 骑马的条件 环绕周边的人 他们的毛病 我们也不要管 也不要放在心里 你放在心里 就障碍你 那就是业障 你就不能往生 换一句话说 你这一生念一辈子佛 或者做很大的功德 还是高六道轮回 俗修的 这极功伟德了 不过是 换了来生的佛报而已 不能出三界 不能往生 就往生的人一定是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这才能往生 古人所讲的 古量皆来 极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今天遇到了 万万不能错过 错过了以后 又不晓得 要到哪一生 哪一节 你才能够再遇到 所以这个音乐 要珍惜 要抓住 这一生当中 决定一门 神父 决定求生极度